先處理,處理那個文字 你先不要全部調,好不好?先不要 對 好,我們先把這個部分 如果用積極的態度就是 剛才 先生,您是建議一開始就這樣 一個大帽子就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 這個登入為文化景觀 變成是市政府 台北市的公共文化財 文化財 它的後續本來是有保存 維護管理計畫 那相關的單位 就包括將未來的 這個永續性的追求保存等等 那要不要先讓 那這是裡面的一個項目? 不是,我們要配合那個 水土保持計畫 那個後續的計畫 現在也是配合 保存 保存維護四方 是這樣子 就是意思呢? 最後一段 有關三處墓區內 現有之民間墓區或墓種 無市府 無有後續前向五法 一配合 對 我建議文字 照我們文字法寫的 就是說 剛剛那個文言講的 那個折配合改成 若市府 將來有後續簽障計畫 斗點 則配合本文化景觀 保存計畫 半點 若市府 未來有後續簽障計畫 斗點 則配合本文化景觀保存計畫 然後 如市府 有後續簽障計畫 或是直接就是調整 就是市府未來 不 那個後續計畫 不是得嘛 應該就是 因了嘛 因了就會變成因了 他剛剛說不一定有簽障 對,所以就是說 不管什麼計畫都要 不只是簽障計畫 是否未來的 未來後續的任何的計畫 未來有後續簽障 未來有簽障計畫 那 先是想要再擴大 就是任何的計畫 有關這個的部分 不只簽障都要配合 對 如果是委員們都同意 我們就做這樣子的修正 好 報告主席這個部分 好像有一點 範圍是不是有點弄錯 就是說我們的三個 政治受難者紀念墓園裡面 是有一些私人的 寄存墳墓 這是一個是 那如果是這三個墓區之外 還有一些像 大鞍八、大鞍六 這些墓區 這是列館公墓的墓區 所以要簽障的是指 我們列館公墓的簽障 還是這個 副總 我們已經界定了 文化景觀的範圍 所有範圍之內 都在裡頭 所以副總 副總 您這邊可能剛才沒有仔細聽 或是沒有聽 這個部分 就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部分 處理完 那 所以我們 因為 我們 那個主席到了 所以容許我 容許我在這裡做一個 這個 階段性的 這個 調節 那 所以在這裡就跟各位 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 完成 第一個 案子 就是 二 然後 白色 來 我們在這裡 來 我們在這裡 好 那維護加上去好了 好 好 好 文化景觀 它的名稱是 文化景觀 因為我們現在的名稱是文化景觀 所以文化景觀 它是依照五十六條 它是文化景觀保存計畫 那是五十五條的第二項 五十五條的第二項 它是 保存 維護 對 監管保護 對 監管保護 所以就要依法人民 可以寫的 好 那 所以我們就 謝謝主席 等一下 我們那個 部長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 其他這個第二點 如果定下來的話 因為我們那個 目前牧區裡面有一些私人的那個 木 我們是有計畫讓他們牽走 可是這樣子的話 會變成說 他們要牽的時候 還要回來顧慮這個原則 因為4月26號已經 因為4人的木 因為4月26號已經 它2月已經完成了 到現在 我們只是把更細膩的部分 在這裡處理 只從2月那次公告之後 其實已經 已經現在是進行 已經到第二個階段了 就是我們把這個保存 維護計畫的這些原則 都要進一步公告 OK 那當然這個是有一個程序 我們也會把這個需求 納入未來的這個 設計規劃的這個計畫裡頭 到時候一定會邀請政局這邊提出 好嗎? 好 那那個希望說 特別是在這裡要跟 28的這些受難者的遺囑 跟長久來關心這個墓園的所有的各位 非常感謝提供這麼多的這個資訊 資料還有這個實際經濟經維的這個照顧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各位還是繼續協助市府 對這一塊這個 尤其是藏在這裡的這個28受難者 能夠讓他們真的徹底的安息 好 那以上這個第一個這個審議的案子 我們就到此結束 那麻煩同仁是不是協助這個民團 民間代表這個先離席 好 那接下來我就拜託我們這個主委 就進去 第二個案 好 開始 好 審議案2 大安區清田街2項1-3號 瓜號金華段2小段7-8-2 80-81地號等三筆土地 新建工程案提醒審議請同仁報告 本案是大安區清田街2項1-3號新建工程案 可以下一項 可以下一項 本案的基地範圍它不是本市所公告的文化資產 就是不是古籍跟立建的身份 它是屬於103年3月19日所公告實施的 清田街保存區居留風暴專用區的細部計劃案 它所畫在細部計劃案裡面 劃定的緩衝區域的範圍 那依據計劃書的規定 本案需經文化局審核通過之後 在京本市都市設計 以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才能合發建築執照 下一項 本案的所有權獨安理機關 台灣師範大學 在104年10月13日的時候 將報告書喊送至本局 那依計劃書都市計劃管制要點內的規定 區內的日式宿舍需要以原貌復原修復 或是原貌重建為保存原則 如果無法以原貌復原須經文化局同意 而且新建物它後續的再利用方向 要屬於文化產業相關的實用 也需要經過文化局的核准 那後續才可以辦理相關的獨審下一頁 為確認那個本建物它是否無法或是 邀請相關單位及委員辦理了諮詢會議 依據會議結論 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參考諮詢委員的意見 完備相關資料後 續送本市文化資產委員會審查 那台灣大學在105年的2月4日 依上述會議結論修正了相關規劃設計的書圖 提送本局 所以這一次提送到文化資產委員會審議下一頁 有關清田街二項1-3號新建工程的計劃書 前委員賞見復健 下頁 你頒事項本案提請分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的決議辦理後續 好,我們是不是還有10大的報告 本案的出席單位是師範大學 跟胡宗蟲建築室事務所 那以下先請就師這邊來跟各位委員做簡報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以下就針對剛所提到的本案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本次的簡報大概分為以下這幾個部分 然後第一個部分的話最主要就是對於整個法令的依據 那相信剛剛其實陳曼科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主要的依據就是剛剛所提到的那個大安區整個清田保存區的這個細部計劃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最主要的管制的內容跟文化局相關的就是第一個就是它的一個將來的一個使用的目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使用的方式必須經過文化局的審核之後 然後再提醒那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的委員會來做審議之後才能合法建造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本案事實上現況其實是一塊空地的 那當初也已經申請了拆照 那目前並沒有辦法以那個復原重建的這個方式來執行 然後本案的執行歷程這邊大概可以提到 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說事實上師大在99年 那已經向都市發展局申請了拆照 就是99拆制第016號 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已經 現況的部分已經拆除完成了 那後續才有了這樣的一個規劃 下一個 那這個就是當初的那個居民的陳情 下一個 那是後續的一個拆照的一個 形影的狀況 跟當初在拆照之前 所做的一個基地的調查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個是目前基地現況的位置 就在紅色指標的這個位置 那是目前的一個基地的現況 那事實上它已經那個 現場已經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那這是基地的整個的空照圖 那箭頭所指的就是目前的整個基地的範圍 那目前是暫時作為停車場來使用 那在上一次的一個諮詢會議裡面 那委員也有給了一些建議 那基本上我們在這一次的內容裡面 大概都遵循了委員的這樣的一個建議的做法 來做一些修正 包含就是說將來還是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那個古蹟跟例件的部分 那事實上在這個部分 在99年的文資審議裡面 事實上已經確認了本案是 非屬於那個古蹟或例件的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原本師大師計畫要配合2016年的台北設計制度 所以在這塊基地裡面要重新新建一個建築物 是來做為藝術及文化的一個創意產業的一個使用空間 那是符合那個使用組別第15組的這樣的一個設施 那這個部分當然跟現行的一個 這個系部計畫裡面的一個使用的方式是有一些抵觸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希望請由那個文化局 能夠核准這樣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那另外委員有對於整個建築的型態 包含它的外在的一些屋頂的一個形式 跟外觀的部分也都給了一個建議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這次修正裡面 大概也做了一些調整 再下一眼 再下一眼 那對於使用項目的部分 那最主要的就是 師大想要在這個空間裡面 作為一個藝術及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空間 所以未來的整個使用的組別 也是以藝術跟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的空間為主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使用分區的一個組別變更使用的這樣的一個辦法裡面 那本處的使用 未來會是一個D2組的這樣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方式 所以依相關的規定 本案的使用方式 會以第15組的這樣的一個設施來申請 那在整個計畫的那個西部計畫裡面 有提到就是說 未來因為這樣的一個計畫 可以提請間閉率的放寬 那這個部分 本案目前的規劃 是朝間閉率放寬百分之10的這個部分 來作為設計的一個依據 那主要申請放寬的理由 當然第一個就是 依都市計畫的一個管制的內容 然後整個行訴 整個街區的一個整體的聚落的風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應整個都市計畫的管制 因為事實上它對於整個的開放空間 跟整個的型貌 甚至建築的型態 都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所以依這樣的一個設計方式 我們目前所設計出來的容積 警察版 那個法定容積的56% 大概一半多一點 那因為本案的基地 在設計過程裡面 後來發現就是說 有臨房佔用的情況 那這個臨房佔用 大概佔了 本基地的法定的建築率 百分之2.4% 那事實上這個臨房佔用 並不是違建 它也是合法有取得 建造跟使造的建築物 所以這部分 依現在的規定的話 只能把這個部分的 基地面積給排除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可以看到整個基地設計 現行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整體的建築率 我們目前是以 大概放寬百分之10 因為法定建築是百分之45% 我們目前設計的一個建築率 大概是百分之54點多 以這樣的一個目標來做設計 所以整個設計起來的容積 僅達那個剛剛所提到的 那個法定容積的百分之56% 那這個就是相關設計的一個細部的狀況 那地下一層樓 那地上三層樓 那高度是在管制的限制之下的10.5米 這是一樓的配置的一個狀況 這是二樓跟三樓 因為它事實上在整個設計的管制裡面 二層樓以上的話 只能退縮到法定建築的一半 所以目前規劃的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整個就是量子的模擬的情形 那以上就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謝謝 我們來就提醒大家 好提醒 這跟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 那因為這個案子原則上是 依照那個清田街這邊有個封貓保存區的計畫 那在都審已經通過了 那之前已經提送文化局的 有幾位委員也經過他的設計案 經過一個審核確認 那為了謹慎今天提醒大會做個報告 那他們就可以依照後續程序 繼續進行 那以上提醒說明 我想這個我們審議過了 沒有很多已經差不多改了 總覺得還是一個缺憾 因為離有三層的空間 包括地下室都在利用 但是還是缺乏一個電梯 如果有一個電梯 因為你都是公公諾使用 那如果是老房子的話 我們來看可以 那一些新幹的房子 能不能還是給他一個殘戰的電梯 這樣的話每一層的牌子都可以用 這是我只是講只是一個缺憾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對 對 好 那個 如果我參加過以前那個居家的民地 大概只原則可能要再把它 可能申請單位方法再寫清楚 第一個就是 這是法案的內容大概要講清楚 就是無法以原貌復原 那無法以原貌復原 現在申請的第三頁 這是這個報告的第三頁 第一個當然是非歷史建築 非古籍 第二個無法以原貌復原 這個話可能要把它講清楚 就是真正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剛看到的照片 應該附近 就是已經清楚了 對不對 但是李一龍建築師那天 當年有做撤會 有做撤會 可不可以據原貌復原呢 可能要把它講清楚 說到底無法 因為這個當年訂的時候 這個有點嚴格 大概兩方面 一個是歷史風暴 那一個我等一下講 所以你這個建築物的部分 因為當年李一龍 已經有做一個撤會 那你根據這個東西 根據這個撤會圖面 到底你可不可以復原 這個可能要講清楚 當然我可以接受它是無法復原 無法以原貌復原 那然後呢 第二件 我現在看了這個 這個第四頁跟第五頁管制內容 我記得應該最重要的原則呢 其實是那些執災啊 就是這個 這個清田街這一代的 這個原則呢 應該都在執災這個特性 我們不希望把執災這個事情移走 你可以新蓋房子 那在一定的建地跟農資之下 當然現在建地要提高10%左右 但是在執災這個整個設計圖面呢 執災這個事情只有在A202有三顆 但是不曉得啦 就是到底那三顆是原來的還怎麼樣 因為它最主要能夠新建的前提大概說是希望執災這個事情能夠跟原來相當幾度 那我就不曉得這個執災計畫在這裡面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把它講清楚啦 保留就保留 新建 新職就 但我現在不曉得現況是怎樣 因為李一龍的那個 看來 看來就 一顆 一顆 就是最後一張圖 有一顆 這樣 可能有幾顆啦 這個你把它 那到底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可以把它講清楚 我們大概一件無事 謝謝 好 那我原來沒有另外的見譽 那來建築師要不要先回應 好 謝謝 剛剛老師所提到的這個有關於那個 當年的那個申請拆照的時候 那的確有請那個李永建築師有做過一個簡單的一個測繪 那這個資料我們目前手上並沒有 那只有看到當初申請在發展局那邊所留底的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有沒有辦法去以那樣的內容來做一個復原 那這個部分可能有相當困難 不過那個李老師有提醒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還是將來盡量把這個部分的捉縮把它調集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清楚的一個說明 那另外關於這個植栽的部分 那現況 事實上我們前面有一個現況圖 我目前這個圖上面所種植的這些樹 事實上都是依都市體管制的一個規範所新種的 不是現場的一個狀況 現場的狀況事實上是如這張照片上面所示 大部分都是作為停車場使用 只有在路邊 那事實上那個是在基地的外面的馬路上 現在有一棵應該是芒果樹 應該是芒果樹 就只有這一棵 但是它事實上已經在我們基地外面了 那將來在興建的過程裡面 也會配合把這一棵那個芒果樹 會把它移植 會把它移走 那因為那旁邊還是有一些 現有的台電的一些變電箱的部分 那這將來會一併做處理 那目前的現況事實上 基地裡面是沒有紙栽的 以上做簡單的處理 就是反正我們這個委員會 大概只可以同意那個叫做 無法原貌復原這句話 那這樣可以後續送這個都市設計委員會 那後面都市設計委員會就會終點 就剛剛我講這個事情 就是執在這個層面 那當然這個我看先前的委員 大概也提這個風貌 因為我記得新年間沒有特別管理風貌 雖然叫做日式宿舍 那我再額外補充一下 第一個你執在那部分盡量在報告裡面寫清楚 就是到底你處理的方式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這個風貌 現在圖面上來看 大概你大概處理了兩個原則 一個是屋頂的形式 日文瓦 那第二個就是橫線那個不曉是什麼 這個地面上的橫線那些 我比較應該指什麼 你可能把它講清楚 那屋頂的形式的部分 大概可能請你看一下你們的A302跟A303 屋頂的粗延的特性就不太清楚 到底粗延深一點還是淺一點 這兩個圖面現在不曉得了 這個今天不會省你這個事情 但是你可能要把它講清楚 因為這會在都市設計委員會審你這個問題 謝謝師傅 我們剛才那個電梯的部分有可能嗎 電梯這個部分 那事實上還是要跟主席跟購物委員報告一下 那事實上這個建築物的室內可以使用的面積其實很小 那當初其實我們初步規劃的確有放了一部無障礙的電梯 那事實上無障礙電梯有它的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規定 那它的大小事實上是蠻大的 就這個建築物的比例來看的話 所以我們當初在樓梯的一個設計上面 我們目前的樓梯的規劃 都是以能夠符合無障礙使用的樓梯為主 所以就把電梯的這個部分 就把它省略了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跟師大這邊再進行一個溝通 看有沒有辦法再去設置這樣的一個電梯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二三樓能使用的面積其實很小 那以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謝謝 就是根據這個大概兩個方面 一個是未來使用檔跟文化產業的關係 那因為這樣子它有開放的必要 那開放就有無障礙的電梯的需求 所以建築師這邊您剛剛提的那個建築率開放 我覺得是用這個理由來處理 你盡量用這個 就是說建築率這個多10%這個事情 你盡量再用這個無障礙的需求這個來處理 這個會比較有公正性 大概這一件 對 你呢 把這個平面圖打開 基本上 我建議 你既然是有地下室一樓二樓三樓 三樓空間的確很小 那的確很小 但是如果 這個 把一樓平面或者任何一個平面打開 OK 這個差不多 這個可以了 就是你在這個鏡頭 這是地下室的一個平面 這個是一樓平面 這個是一樓平面 雖然你在這個鏡頭 做一個無障礙的電梯 事實上 也這個 它是 你的入口都採取的地方 應該沒有太大的影響 無障礙電梯的 它最小的尺寸 它深度可以加深 寬度應該夠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第二個 有關風貌的部分 因為 以前我們只是談到平面 配置的一些問題 那你先要把這個立面畫出來 我覺得這個立面跟這個青年街 或者跟這個附近的日式座不太一樣 我是建議 這個地方的日式座多半是雨淋板 雨淋板跟黑網 事實上你把雨淋板擺上去的話 感覺上就比較好 只是一個建議 謝謝 謝謝 來 請 那個 因為 這個部分其實涉及到那個 多怕局那邊的那個 那個 那個權責 那不過我想送進來 在第四頁跟第五頁裡面 有列了一個管制內容 那這個管制內容 這份資料 不是簡報的 第四頁裡面 第四頁裡面其實有提到 就是 第二點 有關空間形態規範的部分 臨前院部分不得超過一層樓 那我們現在設置的 我覺得一個問題是 這個一層樓 那個屋頂 屋頂的形式是不需要照下面那一點 就是這個屋頂應該是由日式黑瓦構成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目前的設計是平台 那我覺得這個平台的風格 其實是跟那個原油整個街區的那個風格 其實是非常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建議要處理 那第二點就是剛剛提到 剛剛薛老師其實有提到 就在第三項的那個第一小點裡面 其實有提到 外牆 陰影 雨林板 及日式的門窗處理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管制 計畫的這個管制內容而言 我覺得目前在設計上 其實有一些我覺得還不是符合這個管制內容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解釋到底是我們這邊處理 還是獨法局那邊審議的時候處理 那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我們這邊建議 所以那邊應該因為這一個 這個案子歷史風貌特定區是由我們這邊 那個從文化局這邊出來的 所以我建議還是需要按照這個規定來處理 大概以上兩點建議 這個部分就是後續送都設計審議委員會去處理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我們是一定原則 那我們不涉及到後端的設計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再確認一下 所以過去的時候那個 那個臨前院出現平台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 這個映樓用平台的方式出現可不可以 按照這個規定就可以 所以那個第二點跟第三點我覺得應該是要連著一起看 應該是連著一起看 那個平台是不能出現的 應該還是要出現屋頂的形式 有沒有可能就是我們這邊若決議 請那個杜發局那邊再審 對這部分是可以提醒那個都設計審議委員會 在審他建築外貿跟實質審查的時候 做整個再去討論跟參考 所以今天所有委員的發言建議都把它列下來以後 做這個西部審查的時候的一個參考依據 那其他委員還有指教的地方開啟 我這個建議呢是這樣 因為就是配合我們台北市的設計 設計的一個年度 所以它這個我們就是 允許它那個使用列比是 所謂這個溫創 但是其實像在土地使用分區裡面 它是等於說還是社會設施 我是建議那個 我們分區管制規則發展局 這邊將來在修訂的時候 要增加文化設施 因為我們過去只有文教設施 社區的設施 但是現在文化的議題已經這麼重要 而且台北市的文化區成立那麼久了 我們就沒有單獨一個文化設施 所以我是建議那個將來 那個隆年修訂的時候 把它增列到文化設施 那將來我們這個運用就更過 這個是我是這樣子的建議 那其他因為它這個本身 它細不是古蹟也不是立件 它是一個風貌 風貌 所以我們只管能夠彰顯 那個日治時候的那個 宿舍的那個風貌 那個特色 所以那個廳年過去我們都建議過了 這個都有一些建議 我們就做這個參考 謝謝 剛剛市英委員提到的 杜發局學法列入 將來再做建築的時候 讓它做適當的考量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是就給他通過 來下一個 審議事項3 文化景觀殘除山登陸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審查案 提醒審議 那先請業務科進行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業務科報告 案由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殘除山登陸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審查案 提醒審議 依據的法案為文資法第五十四 五十五條及文化景觀登陸 及被子審查辦法 下一頁 其目前此案的辦理情形呢 簡述呢 跟各位委員 簡述一下 目前辦理的一個狀況 在103年1月28日的時候 由民眾提送 喚明新春 據古蹟或歷史建築價值 建造物體提報表 給台北市文化局這邊 申請文化價值建築事宜 那本局3月 103年3月10日呢 將依台北市歷史建築 登陸及廢職作業要點規定 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在103年的7月30號呢 本案呢 送至第六十次的文資會審議呢 經委員的中文討論後 決議登陸殘竹山作為文化景觀的一個決議 那在103年呢 11月3日的時候呢 本局依據委員會的結論呢 就是召開殘竹山登陸文化景觀 保存範圍登陸理由及保存原則的延商會議 那針對殘竹山登陸文化景觀的保存範圍及原則呢 做初步的意見交換呢 並建議呢 以公共財產為優先 文化電相關的保存範圍 那在103年的104年的5月26號呢 本案送那個第六十九次的文資會審議 將本案呢 請本局籌組專案小組呢 進行現場會刊 並延領文化景觀保存範圍後呢 再送文資會審議 那在104年8月3日呢 據六十九次文資會審議的結果呢 我們就是召本局這召開呢 殘竹山文化景觀的保存範圍的專案小組會刊呢 並將會刊的結果呢 後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委員會的審議做參考 那在104年10月23日的時候呢 本局呢 再召開呢 殘竹山文化景觀保存範圍的延商會議 並廣邀相關土地所有群的單位呢 共同的研擬保存範圍的相關事宜 在104年的11月18日 本局再召開呢 殘竹山文化景觀保存範圍專家學者諮商會議呢 並邀請專家學者呢 就殘竹山文化景觀的保存範圍 元素及保存的原則提出專業的建議 並由本局擬定初步的保存機關原則提交公聽會 廣納各界的建議 那104年10月24日呢 本局呢 召開的公聽會呢 將所有相關人等級管理人及民眾的意見呢 後續提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委員會呢 做參考 那在今年呢 1月13日呢 本案將送交第76次 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文會審議 本案經委員會的討論之後呢 同意本市文化景觀殘竹山的位置跟範圍 那這個範圍待會在最後會有相關的報導 那 目前你辦的項目呢 再來呢 在國防部呢 第一 國防部他空軍事令部後勤去 以105年3月9日來談 建議本局修改文化景觀殘竹山保存機關理原則 那在105年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接下來呢 本局你辦了一個在這次會議 你辦的項目呢 第一部分呢 本案文化景觀登陸旅遊及其法令依據建議如下 第一 殘竹山位於那個台北盆地的南園 範圍包含軍事及移民社群居多歷史元素 在長期低密度的使用下呢 造就了生態資源的豐富 並且有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 因為該地區呢 也是過去早期呢 貿易往來的古道穿越地 現為台北是重要的一個自然生態景觀 登陸旅遊二呢 是 殘竹山坐北朝 然後是懷拜台北盆地的那個山市 它有幾家戰略位置 在政府波台後 那作為空軍作戰指揮部的一個設置地 在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呢 見證了美軍第13 航空對協防台灣的歷史 那軍事區也保留呢 那個原始的森林 使殘竹山成為物種重要的一個生態棲息地 那範圍內呢 異地是而建的三層聚落呢 也呈現了台北多元歷史的變遷的發展 那再來呢 它其實這區擁有了非常多元的移民社群 互助共生的那個社會網絡 那形成公家的宿舍 列館眷村 非列館的眷村及智利營造的系統 集體構築的歷史風暴及有機的聚落 那本案呢 將符合呢 建議符合文化景觀登陸及費子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第二第三款的評定基準 下一張 那你辦的項目第二 那文化景觀的建議保存及管理原則呢 如下第一重要的景觀元素 第一部分 國防部列館及非列館的眷村建物呢 它建政不同時期的移民社群所形成的共生聚落 那有其歷史的意義 那其保存以保留聚落空間 文理為原則 那建物的內部空間呢 可會從國防部所屬機關呢 做彈性的一個規劃 那第二部分是清理時期的古道 那它是清理時期呢 台北盆地通往南邊的一個要道 未來呢 規劃呢 應以維持這個路徑為原則 並繼續做作為公用的道路來使用 第三個部分 是日治時期的農事所 及台北帝國大學的昆蟲教室 那其建物呢 跟台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其實相關 建政的堂業、畜牧、昆蟲 以及植物及農業等 職產薪業的一個發展 那其建物呢 的保存原則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那但它的內部空間可做彈性的一個規劃 第四個部分是軍事的設施 那它包含防空洞、坑道及砲台 那這個軍事的設施它建政1950年代呢 邊界防禦以及中美協防的一個軍事地景 那有其歷史的意義 那以不破壞該地區的軍事設施為原則 如果未來有開發的使用呢 應先會同國防部的所屬機關 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 下一張 那其他的部分呢 第一個是生態區 那本區執行那個有效人員的管制 未來使用應評估對生態影響 並對區內的生態進行調查研究 以不破壞呢 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為原則 那第二個部分是一般的管制區 該區域是內政部警政署的管有範圍 那本區以軍事使用為原則 並維持現況來使用 倘若未來有其他的非軍事的開發計畫 以不破壞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 維護其自然風貌為原則 第三部分是軍事的管制區域 該管制區域由國防部管有的範圍 一 本區以國防及軍事管制及使用為優先 列入文化景觀的部分 一 本能應採與現有設施維護不衝突的管理方式 並以軍事設施周邊體本體的維護為原則 二 文化景觀的範圍內 軍事設施及營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變更或增設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國家安全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 屬軍事設施開發計畫 包括軍事防建的興建、增建、改建及修建 不受文化景觀保存與管理原則限制 第四 其他非軍事之開發計畫 應以不破壞殘除山之景觀軸線 維護其自然景觀為原則 那接下來是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第76次文字會他審議的文化景觀的一個範圍 第一張是殘除山文化景觀建議範圍內部的一個分區圖 包括歷史區跟軍事區還有生態區的部分 好 下一張 那這張圖是目前殘除山文化景觀的 土地分區使用的一個概況 好 下一張 那這張圖是殘除山文化景觀建議範圍的土地產權圖 好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殘除山文化景觀範圍生態特色分區圖 下一張 好 那我的簡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相關團體有沒有要先付出意見的 或者是 來 我有排序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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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位成績吧 OK 好的 先請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這邊是殘除山的禮報人 那因為從2014年7月開始 文化部有委託 台大城商所的康明傑教授 進行一年期的歷史資源的基礎調查計畫 那因為他本人今天沒有辦法過來 所以他委託我幫他就是陳述一些關於保存原則的一些建議 那各位請 麻許同仁在簡報上面先轉到第一 這是有日治時期農事所及台北帝國大學那邊 對 這是大家手邊有拿到一份 這是康老師的一個建議的一個單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第三點 這是紅色的有標出紅色的日治時期農事所及台北帝國大學昆蟲教室的這邊 因為農事所他其實是從日治初期大概1903年一直延伸到國民政府時代 大概到民國66年他才搬到悟風去 所以他其實整個農事所的一個歷史的發展 除了有跟以前的職產新業就是殖民時代有關係以外 其實他在國民政府時代 他也有跟配合那個時候營農養工的政策 所以那個時候在農事所有發展養菇發展各種菇類 其實都是配合國民政府時代的一個政策 所以康老師這邊是建議說 標題的話是不是改成農業試驗所宿舍群與辦公廳社的這個部分 然後在後面的描述的部分 就是可以提到說 職產新業與國民政府時期以農養工的時代發展 就是比較不是只局限在日治時代 而是把國民政府時期的一個發展也把它陳列進去 那這部分大家可能可以參考手邊的那個修改建議 那另外第四項軍事設施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清楚空軍作戰指揮部 其實是很機敏的一個軍方的一個要塞 那其實很多的這些軍事設施在空作部裡面 其實是不太可能是都要開放的 那以我們就是康老師的這個研究報告 就是發現說其實在內政部警政署所管有的土地的部分 因為它過去是民房司令部 那民房司令部裡面其實還遺留有大量的 反空洞跟坑道的部分 所以在那個陰先會同國防部所屬機關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陳列內政部警政署在裡面會比較完整 對 好 那另外可以再看下一頁嗎 對 那另外一個是內政部警政署的部分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它是以前民房司令部的所在地 那遺留有大量的軍事的一個遺址 它甚至在不破壞殘除山路之視覺警官軸線的這個部分 也增加把剛剛上面軍事設施有提到的 以破壞該區軍事設施委員的馬哈納路在裡頭 是不是可以容許我講最後一點 對 請再看下一頁 就是這邊是有國防部比較機敏的部分 就是第三點有提到說軍事設施開發計畫 不受文化景觀保存與管理原則的限制 那其實在上面的第二點其實也提到說 這個地方的一個土地使用管制 依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國安法相關規定來辦理 那這兩個部分是不是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對 那康明傑老師是建議說 軍事設施如果開發量體明顯突出於零線 或有破壞到生態基地 是一樣應該要依文之法來做一個審查的一個動作 好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另外這些相關的單位 心臟處要先發言 來 要不要先發言還是 那你們有登記嗎 有要發言 你也可以不用 不用的話 台政局要發言 沒有 不要 那那個台客大嗎 台客大要發言 好 台客大第一次發言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跟以前所講的都大同 沒什麼太大分 不過我要再說一次 第一點就是我們還是 本校同意一文資委員的建立在 三國立安全、相關安全、建物安全及衛生安全 政府之下 以銀像保存跟自然生態的方向來規劃整個校地 那對目前私委違戰居住的事實 我們建議在不違背國產法、故事監管等相關法 法規之下 我們會規劃共存相處的模式 那第三點就是我們南基地 我們校地有分南基地跟北基地 南基地方向 我們朝向低樓板、低密度的方向來規劃 那因為現在目前修善經驗會龐大 所以我們可能會採分期分區的保存原則 那另外我們學校目前已經有針對 也會縮回來眷設在修善 那以後這些空間的活化 我們會希望能夠提供為殘除山的影像保存 本來有學生社團的活動為主的 那這個就以上報告了 我們台大補充一下 我們是完全支持文化景觀的一個保存 那只是說在文字上有一點建議 就是文字上是寫農事所及台北帝國大學昆蟲教室 那我們希望可以用完整的全名 那就是農事試驗場昆蟲部及台北帝國大學昆蟲學及養產學教室 這樣比較符合原來的原稱 謝謝 我可不可以確認一下就是跟康林傑康教授建議的 是名稱同樣 好 我們空軍司令部要先歡迎 空軍司令部這邊 謝謝北市政府在這個案子 跟我們有在執行有興奮的合同跟互相有的了解 那因為我們當初是希望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可以參考了高雄的國民県村的文字寶審關聯盟者 還有相關的規定員們 有些明定的請問幾個條文 那關於說文字法跟在這個案子 因為用空座部在這部分 有一些國安法的一些執行的限制 那我們僅針對軍事管制區這個部分 我們有你贏的這四個條文 那剛才 當教授這邊 有提到第二點跟第三點有興趣 因為在第三點 其實開到之後 我們會依照正主黨相關規定 我們在相關的這些軍事建物的新建 登建的過程有進步的流程 那我們希望可以今天給 就在一個前進的意見 就是第二點跟第三點 就是有一種比較可以調和雙方權利用的一種 並且有幫助 因為在第二點的話 是關於文化式方法院的軍事設施 變更真設 按照原樣的 為天商人的法律 進的方式去做協調 那但是因為軍事建物的開發 當時的文化式量幅度多大的時候 我們繼續有一些可以去調和的 或者在文資上面 用會堂訂定的方式 來圍繞到雙方的一個配信导的機制 以上 抱抱您 我們都寄了嘛 我們相關的建議都寄了 那那個軍備局 要先講 那個主席各位委員 不好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看上楊明山 我先發言我的意見好了 那這個範圍的部分 可能留待各位委員就是去決定 那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剛剛有提到 就是日時期的農事所 跟台北帝國大學的昆蟲教室 因為這兩種建築其實保存狀況非常的好 那對於台灣 對台灣的那個農業發展 這方面其實都非常的有貢獻 那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他不是只是